欢迎来到分享沙龙的安息日的咖啡时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生命的起点和终点 Alpha和Omega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 Alet跟Tuff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 启示录一章八节 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Omega 是希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 神说它是万物的开始和存在的原因 它也是万物的终点和存在的意义 神说它是起点和终点 是Alpha和Omega 如果我们把Alpha和Omega中间连一条线 神创造我们 我们就不是起点和终点 我们的生命就行走在这条线的中间 但如果你把自己当作Alpha 就是你活着的一切都来自于你自己的动机和想法 没有来自神的目的和原因 你自己就是你生命的开始和源头 如果你活着只是为了你自己 为了你的目标 那么你就成为你自己的Omega 你的生命的轨迹就是个圆圈的循环 神不在其中 但如果神是你生命的开始和源头 你的生命的意义来自于神 神赋予你独特的生命的意义和计划 你活着是神在世上彰显祂的荣耀的器皿 你从神得着力量 启示 智慧 爱和怜悯 再从你的生命流淌出神的一切的美善 全能和信实 你的生命的意义是服侍神和服侍人 因此你的生命的轨迹是一条直线 从神开始 从神结束 你行在其中的旅程 你的生命连接于神 神是你的Alpha 你的生命 祝福 智慧 力量的源头 神也是你的Omega 赋予你生命的意义和目的 你的生命就因此精彩 卓越 丰富和美丽 接受耶稣为你生命的主 你的生命就从神开始 领受神的旨意 完成神的蓝图和命点 祝福你安息日 平安 愿天父赐给你超自然的健康 健全的心智 和睦的关系 安全的社区 宁静的心态 丰盛的财物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更多的奥秘 也欢迎订阅 分享 给予一个祝福的赞美 安息日 平安